真的抱歉 那我們就自己默默地藏心底 然後我們自己就是 依舊過好我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說沒有難過是肯定是騙人的 我們這樣 現在這樣子做到底是不是最好的 就是舒嬅 就是他永遠都會 就是說一些讓我特別感動的話 就是可能在 18年我發自己 第一首單曲的時候 他也會 就是打了一篇 就是會讓我只看文字 我都會哭的內容 當然當然當然 上一次聯絡是什麼時候 剛才 剛才 對 其實我們真的差不多 差不多一兩天就聯繫一次 然後我們平常都有保持打視頻啊這種 所以就是他是從我開始 開始籌備 然後也會經常跟我說 說你不要不要害怕別人說什麼 你就做好你自己 你就就是好好打歌 你的新歌很棒 然後這首歌也特別好聽 很適合你 一定要加油 因為他其實就是我們都是有事先溝通過的 我們自己其實也有說過 但是因為就是我們自己是覺得我們其實這麼多年來也很喜歡 就是覺得女孩子之間的友誼就是很美好啊 但是 就是可能一些外界或是粉絲朋友們會有一些過多的關心 就我覺得有些時候會讓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些可以發哪一些不可以發 然後可能就是就是我們自己的公司可能也就是會比較困擾一點 然後我們想說那我們就自己默默的藏心底 然後我們自己就是依舊過好我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這樣 我們會互相關心嘛 就是會說不要看太多啊 然後他也會跟我說哎呀 就是我們我們這樣現在這樣子做到底是不是最好的 那我就覺得就是不要讓外界過多的關心 反而對於我們自己的就是友情會是更健康一點 對 這首歌的話我希望就是宣傳期可能會放長一點 然後讓更多的人去聽到我的這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就是本身我是其實為了夏天而寫的 但其實我覺得聽久了 這首歌在任何時候聽都會覺得是一首充滿力量的 他可能不分季節都可以聽 然後我也希望說 因為整個華語圈都可以都可以聽懂我這首歌 所以我希望接下來可能有一些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去到星馬 可能也去宣傳一下 然後當然也回到香港去跟粉絲朋友們見面 這樣對 首先他們的意見是好難唱 好難唱 他們會說不愧是你 但是就是朋友們之間嘛 就是這樣互相鼓勵 哈哈 這個呢其實有埋下一個浮現 因為在七月份的時候 我有推出自己的一個寫真集 然後其實裡面是有附贈一張 可以去抽獎去到我的生日見面會的門票 然後那一個見面會 可以暫定示範在台北的 對 那想問一下 那個生日的粉絲什麼時候會抽出來 這個什麼時候會抽出來啊 九月 九月 我只能說福利會非常多 對 就是只要我能做的 我基本上都願意為我的粉絲們做 因為我覺得就是也很久沒有見面 其實真的真的很感謝粉絲們等了這麼久 因為這兩年就是音樂作品 真的就算是一個停滯的一個階段嘛 所以就希望他們也喜歡這一次的作品 然後也希望一些因為這一次作品 而喜歡我的粉絲們 可以之後有機會見面吧 他們要趕這一次的話 可不一定來得及了 我沒有不適應 就是我覺得我去到每一個地方 我都 我覺得我適應力是超級快 真的很快 這一次就在台北也是這樣 我平常自己喜歡的話 我還蠻喜歡 就是在 中校的附近 就東區那附近 就去走走 因為我覺得那些小巷 它有很多小店 我就很喜歡逛 然後 我又很喜歡自己一個人待在咖啡廳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 就是可能有時候 放鬆的時候就會在那邊刷具 其實因為舒華是桃園的 然後 子瑜是台南的 我覺得台北我可能還比他們熟 YES Civoren Civor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